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大烧了 大夫说了就是拉肚子 不拉了就好了 妈 小豆子有没有反复地感冒发烧拉肚子啊 孩子 那孩子长大 小病小痧的不是长事吗 豆子皮 只要他醒着 满院子满屋子楼上给你跑 一眼盯不住就不知道磕着还是碰着 就这我跟你爸不错眼珠子地盯着他 还盯不住呢 多动也是症状 可不是多动呢 小豆子病历本呢 在抽屉里呢 都在那儿 单子啥子 小时候多乖呀 约长就不随情来 不是要剪的 小豆子啊 小豆子 来 洗一洗 妈妈干吗 我要睡觉 别睡了 妈妈带你去县医院 大夫说了 刘大夫说 没事了咱吃了药了多给补水 过两天就好了 一开始都不重视 全当成普通的感冒发烧来治 全给耽误了 妈您回头跟秦来说一声 小豆子 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人老了 没用了 人家不嫌弃 你自己都嫌弃 你说给你们带孩子累就不说了吧 就那份操心 那是人遭的罪吗 整天的千小心万小心的 就怕出点差错 落埋怨 就这还躲不过呢 往后你们自己带孩子 我不管了 带好带坏是你们自己的事 反正我落不下埋怨 行了 少说点吧 我们回来了 看我们这好福气 正赶上吃饭 来 奶奶 奶奶 小豆子 走 先洗手去 妈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吃好了 妈 妈 生气了 别生气 我真不是有意的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我 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 您和爸带孩子辛苦 我知道的 以前孩子也拉过肚子 你咋没这么多话呀 你现在就是挣钱多了 不把我们老子放眼里了 妈 真不是 我 我 我是怕孩子血迁中毒 中毒 我是孩子操奶奶 我还给孩子下毒 怎么了 谁中毒了 妈 您错怪嫂子了 嫂子说了 事情查清楚之前先不要告诉你 还你们瞎担心 不是 到底出什么事情赶紧说啊 这不更担心吗